大家好,我是东哥,今天发个库存视频 这只金毛是3月25号发到河南洛阳的一只双血统的冠军级别的金毛 这个是它的芯片,芯片跟护照 这个是护照,护照上有它的基本信息 然后这个袋子是一个装芯片的袋子 芯片已经给它注射过了,但是上面有条心码 每一个芯片都对应一个单独的编码 这个是它的打完疫苗的免疫证明 然后这个是它的血统证书 血统证书上面有繁殖的犬舍 然后繁殖人,包括它的祖辈 就是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就是太爷爷太奶奶在这上面都能查得到 这只金毛是在芯片人犬舍 帮客户逃的 追悶人犬舍呢 是帮我们讨知金毛的 其实在这里我也不怕告诉大家 我是从哪个犬舍帮客户找的狗 很多人,包括有一些同行 很多客户也好 经常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讨一个狗 我说你要什么级别的对吧 然后我到犬舍里去给你讨 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犬舍直接介绍给我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我们的渠道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拿货的渠道 这是吃这行饭的 说白了就跟什么房屋中介 或者是二手车贩子那种是一样的 我把我的路子给你 那我吃啥对不对 还有一些客户呢 就是说他他就是说想方设法的 他自己去找这个全社 这个就换 比如说这个追梦人全社 其实你可以去找 你能找得到 但是价格不见得就比我的价格要便宜 因为你去全社直接挑狗的话 你作为散户 人家是有散户的 散户的价格 比如说零售价的 像我们这种就属于同行 同行价 不然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全社拿狗 对不对 散户有散户价 同行有同行价 全社也会把利润让出来给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个散户一年到头 可能这一辈子就找人家 买着一条狗 对不对 人家肯定要赚钱的 肯定要多赚的 那我们就不同了 我们对吧 一年可能像这种高端的狗的话 拿不多 但是十几条二十条肯定是有的吧 是不是 不会因为你一个散户来得罪我们 或者我们就是说 经常拿货的也是关系特别好 是合作关系 也是朋友关系 有些犬舍他们也不会跳过我们 跳过我们这个中间商 直接去给散户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种是长流水 每年都拿货 是吧 有需要货就到他身里去拿 但是你不一样 你买一只你就走了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关系搞差了的话 以后不到他那边拿狗了 这个也对他的生意造成影响 但是有一些不同 你像一些私人家养的或者是说一些小的散户 家里边养一只狗两只狗 就自己养着卖卖的 或者是那种特别乱的那种 卖狗特别便宜的那种 没有什么保障的 他们不讲规矩的 但是我们也很少去拿他们的狗 那种基本上都是包锅给虫物店啊 或者是给狗贩子狗室上啊 很便宜很便宜 是吧 几百万钱一条 甚至更便宜 一窝 一窝狗 一条狗把他们两下两下转 然后转窝 然后狗室上面 再给下一个狗贩子 然后倒来倒去 没有可疑的是整身 他的品质 比较少 很差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健康根本就没有保障 这个 周梦灵犬是我放他的视频 去他家拿走的视频 也不是一个老费行 很多客户都穿上他家的手 来问我 他家经常到以前 嗯 这个我没法回答 不光是这个金毛 包括其他的所有的材料 我都没办法跟他家 嗯 就像我之前说 我跟他买车啊 我到二车车里面 我同样是奥迪 奥迪A4 有准轻车 刚刚开了一千公里的 你不看狗狗了 有开了十年 你不看猫咪了 能一样吗 对吧 有是出过事故的 有的是原版原期的 那价格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你不要问我 金毛多少钱 泰迪多少钱 没法比啊 几百块钱也有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都有啊 这个是他的芯片 这个护照啊 护照就是相当于 人的呼喷本一样的 拿这个护照 才能去换这个 选统证书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看 人家这个犬舍的环境 对吧 包括喂养 可以说很少有犬舍 能做成这样的啊 我我不是 我说的一些 呃不 并不是说 嗯 这个正规犬舍啊 就是说一些散养货 乱七八糟 呃 苍蝇蚊子到处 啊 粪便 乱 特别脏 狗也是成天关在笼子里面 一辈子都在笼子里面 除了繁殖就是繁殖 那种肯定不一样啊 价格是不能比的 按照客户的要求啊 直接把这个芯片给他注射上 嗯 其实这个芯片就是一个大号的针头 一个像米粒大小的一个芯片 呃 放在针头里面 跟打针一样啊 直接给他打到皮下 一般都是注射在这个脖子 位置肩胛骨这个位置啊 然后有一个专门的扫码器 嗯 扫码器对着这个狗身上一扫 就可以把这个 基本信息扫出来 它是有一个编码的 嗯 这个编码输入到 CKU协会的官网上面 你就可以查到 查到它的基本信息 和这个 血统证书上面的基本信息是一致的 包括编码一致 信息一致啊 否则的话 这个狗有可能就是假的 还有就是 流血 它这个没有流啊 这个是它的血统证书啊 上面有这个 犬的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啊 这个狗 客户那边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巴布 这个客户呢也是通过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要求我到他家里面去挑一只赛级的冠军级别的这个金毛啊 要求把 芯片护照 然后后续能证书全部都办好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就是个狗贩子啊 专业狗贩子 就是 有一些客户啊 想要什么样的狗 什么级别的 什么品相的啊 什么价位的狗 直接跟我说 我去帮你找啊 我这里 自己也繁殖 家里面还有一窝金毛 现在也可以出卧了 但是基本上饭的比较多啊 因为地方不够 感觉的比较少 平时还要上班 所以 大家需要什么狗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说啊 你报一个 基本的情况 比如说 品种啊 性别啊 月龄啊 预算啊 要什么品相的 各种要求啊 你可以提 然后我帮你找 嗯 说实话啊 就是说 嗯 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要求 你的预算 过来过来过去 上班了 我就照着这个预算去给你搞 你不可能 说 我预算 一千块钱 但是我想买一个一万块钱狗 那个不可能的啊 但是我卖出去狗有一点啊 健康 是始终保证的啊 不管这个狗多少钱 健康 我是始终保证的啊 不能出现星期狗的这种情况 如果你提了这个要求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话 我就不会接这个单啊 但是品相的话 嗯 只能说你出多少钱 那就找多少钱品相的 你不可能要求 呃 这个 一百万钱 要一千块钱品相的 对吧 嗯 我也不会说 收你一万块钱 给你弄个一千块钱品相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口碑还是不错的啊 不管是粉丝也好 客户也好 对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啊 嗯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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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